而越是艰困的选区 如果打出运动刺客骑兵 您觉得如何呢 好 这两党都有 向国民党为了突破 被视为北台湾非常绿的新北市 卢州五谷这个选区 所以现在锁定刚刚退休的 女兰一姐钱威娟来投入选战 好 不只是她向民进党方面呢 也积极游说棒球界的 微笑乔治赵世强 投入艰困的台北市大安区的立委选战 剑步如飞投出帅气的三番球 有漂亮宝贝支撑的前篮球国手 钱威娟 传出将被国民党征召 选立委 他现在正陷入天人交战 非常重要的抉择点 所以现在可能也不宜 其他的人去给他打扰 同样从体育界转战政坛的黄志雄 间接透露钱威娟的心意并不排斥 但钱威娟可能投入的地区 为新北市五谷如洲区 有明星光环加持 可能抢攻首投足票员 但对手可不简单 是战力一等一的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马英九的自私 在这个里面也表现得一览无疑 不在于这个立委的当选与否 而是在于他的选票能不能巩固 那是人在首投足的这一方面青年选票 能不能再 不要再流失 甚至要再强化 国民党既出体台明星 民进党也输人不输阵 有意征召被称为 微笑乔治的前篷球国手赵世强 投入艰困选区 台北市大安文山区的立委选战 为民进党打破这一届 北市立委临席的局面 棒球跟政治 不然应该都是团队嘛 那怎么样让 我们团队让人民需要的东西 把它做得出来 那我们是学体育的 怎么样 让更多的人来运动 有好的环境 来怎么样照顾运动选手 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会不会投入选战 赵世强还在盘算 不过这场可能有体弹 明星加持的立委选举 已经先吸引民众目光 下期新闻